大家好,我是小童 今天介紹鮮嫩美味的牡蠣煎 牡蠣煎要這樣做才會讓牡蠣嫩滑 蛋皮香脆,還牡蠣味十足 喜歡的朋友請點贊和訂閱吧 準備好雞蛋三隻 加入青蒜碎攪拌 用少許鹽調味 牡蠣粉放平盤備用 大隻牡蠣清洗乾淨 控水備用 控出的牡蠣水不要倒掉 水燒開關火 把牡蠣沾上木薯粉 放入開水中燙兩分鐘 撈出備用 用電煎餅鍋或大平底鍋 先把煎蛋模具刷好油 包括內壁 倒入調好的蛋液 稍微定型 加入牡蠣和牡蠣水 有帶香味道時 翻面再煎兩分鐘 盛盤即可 這樣做的牡蠣煎 牡蠣嫩滑 蛋皮香脆 還牡蠣味十足 是原汁原味的做法 配上自己喜歡的辣椒醬 吃起來更是美味 喜歡的朋友也試一下吧 下期再見